這個外面有壁刀 在家裡面也會有壁刀 壁刀不能夠切神明桌 不能夠切房門 也不能夠切瓦斯爐 可是偏偏你看 我們這裡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牆面 這個牆面如果說我們用激光把它打出來 我會發現這個牆面剛好切到哪裡 有看到嗎 剛好切到我們這個瓦斯爐這邊 剛好切到這裡瓦斯爐 好那切到這個瓦斯爐它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在象徵性就是我們人的背後 人的背後相當於我女主人的身體健康 比方說我背部啦 腰啦 脊椎啦 這些問題 如果說我真的女主人會花很長的時間在這裡煮飯 然後背後又被壁刀切到的話 那在生活上可能會有這些身體的不舒服 其次我們都知道 在風水上面有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就是背後啊 代表小人 為什麼背後代表小人 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象徵的概念啊 這邏輯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啊 想要對就是對妳偷偷來 挖洞給妳跳 或者要扯妳後腿的人呢 都是在暗地裡做這些事的 都是藏在人的背後 所以如果我的女主人長時間在這裡煮飯 那後背又被壁刀切 就會引動小人的氣場 所以這相對於 就像直接或間接的會影響女主人的人際關係啊 貴人運啊 總覺得在事業上 這個好像做得相當相當不順啦 都會有種種的這些負面的拖累 可是呢 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邏輯 它的系統呢 我講得更清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會有這種負面影響的關鍵 在於壁刀 那其實壁刀它真正產生的原理 是來自於什麼呢 是來自於氣流 我們想像一件事情啊 你看我這個牆也這麼這麼的長 如果說呢 有一個氣流 它從這邊假設有一個源頭 這個氣被擠壓 哇 很強的氣流擠壓之後 然後呢 脫離個牆壁 直接衝到瓦斯爐 如果是這種狀態 家裡面的廚房 動不動有這種很強的氣流 直衝到瓦斯爐 或者是長時間一直直衝女主人的背部 的確 它會有不好的影響 可是各位朋友 我們要很客觀理性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家裡面的廚房 大部分都是室內空間 你在室內空間 為什麼會有這麼強大 或者是源源不絕的氣流 沿著牆面 直衝這個瓦斯爐呢 機率大不大 我說機率真的很低很低 那如果我們真的想要避免這種氣流的話 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我在使用廚房 我在大火快炒的時候 我把廚房的門關起來 沒有了進風口 就不會有氣流了 這是第一個解惑 那這第二個呢 其實對於避刀而言 我們很多時候不喜歡避刀是來自於他的尖角 因為他這個尖角感覺 覺得是有這種銳利感 那這種人畢竟是視覺感官的動物 我在直播的時候 常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說這個信仰宗教 它的力量那麼強 因為人會相信信仰會產生能量 性就會有能量 那如果說我眼睛呢 我的女主人我在使用的時候 一直想到這個壁刀 一直想到這個腳 其實就算它不會產生影響 其實經過時間的一直想 一直產生一種意念潛意識之後 莫名的這種情勢 就會直接遁應到女主人的背後 那自然就是心理會影響生理啦 那久了之後呢 那只要女主人在背部 有一些無名的不舒服 就會直接跟這個壁刀掛鉤在一起 好 那既然它的這個影響 它是來自於視覺感官 那很簡單 我們就從視覺感官 去把這個疑慮給消除掉 之前在直播的時候 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東西 它叫做呢 防撞條 那這個防撞條 最常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像小朋友的遊樂區 怕小朋友撞到 踢到 那會有一些受傷於心 所以會在這個 防撞條的 這個腳的地方 把它包覆起來 同樣一個道理 像這種生活的 這種安全用品 它也可以適用在 我們家裡面只要有涼啦 只要有住啦 我只要修飾之後 我們從鏡頭可以看到 原本它有一個銳利的角度 但是經過這個 防撞條包覆之後呢 它的這個銳利感就消失了 其實只要銳利感消失 我們在視覺 這種壓迫感 不舒服的感覺 可能會有疑慮的這種狀況 我們就能夠把它降到最低 那所以 所以呢 進入這兩點 我覺得在一個 基本的邏輯性上面 如果說您家 在這個廚房 也有這種狀況的話 你不妨要很客觀的思考 就是如果沒有 它不會產生 長時間 而且非常強大的氣流 一直吹著瓦斯爐 或者一直吹著女主人 其實基本上 它實時產生的影響 它真的不到10% 那在視覺上 我們真的想要去消磨的話 我們就用這種防撞條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講的一個更理性一點的 其實廚房裡面 只要有這種腳 或者是壁刀 直接會影響到的什麼 就是動線 跟安全性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我要做這個 廚房的這個風水的特輯 因為非常多的女性朋友 很關注廚房的風水 可是我必須要很理性客觀的 跟大家宣導一個很基本的觀念 廚房它的用途 它的目的是要烹調食物的 所以廚房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是我的安全還有動線的一個問題 我女主人在忙的時候 可能這裡要切菜 那這裡有大火 有高溫要煮湯 那我站在動來動去的時候 如果我的廚房空間不大 又有一個腳的話 我容易轉身就碰到 那我也可能在端這個高溫的湯的時候 因為碰到而產生一些安全性的疑慮 那所以呢 經由剛剛講的這一些 就是氣流啦 視覺啦 還有包括我最基本的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只要這三者 我們都能夠確定 不會對於女主人 產生這些失職的影響的話 這種我覺得這種必高切 我們就用更理性客觀的一種角度 去看待它 這樣就沒問題了